第13题 所以位置就是没有移动 因此位移为0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全程的平均速度为每秒5公尺 那么所谓的速度就是我花多少时间走了多少位移 T 上面是位移 那么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他回到原出发点位移是0 所以呢我们算出来的平均速度就是0 所以选项B呢是错的 而选项珠呢是对的 全程的平均速度是0 选项C 第一圈的平均速度大于第2圈的平均速度 这个呢是不知道 我们算是错的 因为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第1圈的时间 也没有第2圈的时间 所以我们不晓得 每一圈的跑得快慢 所以我不知道第1圈的速度有没有大于第2圈的平均速度 所以 我们的C选项不能选 第13的答案应该是诸 第13题 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 全程的平均速度为0 确论的平均速度为0